语速可以,以前老这种人说我讲话太快了,所以我今天稍微慢一点。 我的左侧身体和右侧身体哪边在前面? 对,既然是左侧在前,我以前正在练过这个练习,还记得吗? 但是其实不是只靠上半身做到的,它要靠两个腿的内侧。 所以我在,我就是站在这里的时候,我要靠我的腿的内侧螺旋,让我形成身体是CDM的位置。 我们能找到这种感觉,每个同学身体的感觉不一样,在自己自己感受一下。 也就是说,当我在载站行的时候,这个脚内侧点滴变得尤其重要,它不是虚的内侧点滴, 而是我用了这个内侧点滴,让自己螺旋向上,形成了这个位置。 你们能感受得到吗? 对吧? 诶,对了,然后听下来,左侧也做得很好。 那么女生呢,这个脚或是前脚看好了,如果你是前脚就不行。 是内侧,为什么? 因为,当你推出自己的右胯的时候,这个内侧会让你的左边,变得提起来。 好,偷看左边,推着自己的右胯,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? 好,然后呢,女生的这个左手不在前面,你要更往左前方去。 所以左边跟前面的意识都是需要的,这个就很好。 那么你们的这个position就要好很多。 很简单,右侧身体。 因为我的这个脚,你会发现这个内侧,内侧在这里,说明你的重量存在右脚上吗? 好,这个打,我更合打的过程啊,把脑子转起来。 如果我这个脚用到内侧,我的右脚上有多少力量? 百分之七十。 不是百分之一百。 所以如果我站在这里,大架行,这个脚是松的,那我就没有左侧身体了。 我的左侧身体来自于我这个左脚的百分之三十,我才会有我自己的左侧身体。 这可以理解吗? 好,所以当我有两个脚的支撑,把我的护肢阵拿起来的时候, 形成的感觉是压住肩脏脖子最长。 手呢,感觉像个衣架一样,这样的感觉。 这样的感觉,斜向下方。 好,把自己的手放在这个位置里。 我的右侧身体,因为我的重量是七十三尺,所以我的右侧身体要偏长一点点。 所以头在左边,那我放下来的时候,我才能感觉到我的架行跟我的头是在这个面子上。 好,对你们有没有一个理解上的帮助? 有没有一个理解上的帮助? 当我们和二别一的时候,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舞蹈会有一个质的飞乐。 好。